嘿喲 大家安安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iPad如果說要帶出門畫圖的時候 皮套要怎麼選 能夠比較方便使用 這邊我們先來看 AK自己本身喜歡的設定是這個樣子的 是用 一個 一般的皮套 像這個樣子 這是一般的 皮套 再加上一個 這樣的三腳架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其實我自己所看到的市面上大多數的這種保護皮套 他如果說今天是呈現這樣的方式放置iPad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到前方的這一種支撐 無論是有沒有橫鉤 那要能夠讓iPad很穩定的站住 然後不會像這樣子往下倒 用久了之後都很容易發生 那當然你在這種狀況之下你要畫圖 就會變成一種很滑稽的樣子 你通常都得要一隻手扶著整個iPad 再用你的筆 在上面做畫 那但是問題是 你這樣子就等於少了一隻手能夠去做所有的 Multi Touch 就是你的多點觸控的功能 那你少這些東西 當然你作畫的效率就會變得比較差 另外也還有其他的皮套像是說可以旋轉的 那我自己本身看過用過的 跟可能像我的學生用過的 我都覺得效果實在是沒有很好 似乎我後來才想到可以利用像這樣的三腳架 放在這一個我們現在看得到的這一個三角區域裡頭 把它打開來 然後這樣子放進去 這樣子 那把它放到整個iPad的中央 那這樣子在使用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到不會再有往下滑 我們在畫圖 很重要就是說按左上角也好右上角也好或什麼東西也好 如果說你今天是選用單獨一個支點支撐在後面背部的那一種三腳架 其實你往左往右 他因為少了整個皮套背後的這一個 水平向的支撐 那他就會很容易的往左往右傾倒 這個是會是一個缺點 所以說就是 並不是說你只要使用腳架他就可以站得起來 你必須皮套加腳架才能像我現在這個樣子 完整的站立住 這個是我覺得 很重要的要點 另外的就是說 像這個腳架如果你覺得說他很容易 滑開的話 你可以在這腳架的兩邊綁上橡皮筋 他可以就是說有一個摩擦力的 當然啦其實像一般這種腳架 我們買回來的時候他這裡就有一個類似防滑的部分 你可以把他的那個保護的貼紙撕掉之後 那麼他自己本身這個防滑的膠 就會跑出來 那當然這個也是可以用 但是 因為AKZ現在手上這個已經用了很多年了 他已經有點爛掉了 所以我就只好拿橡皮筋來弄著 就窮人的做法 那另外啊為什麼我會 選擇 用兩個這樣的東西 組成一個 站立架呢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一般市面上 就算你能夠站得起來的皮套 他都還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所支撐出來的高度不夠高 這個地方多了一個接近一寸左右的高度 對我而言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就是說我可以低頭的角度不用低的這麼辛苦 那我想你無論是平常一般上班工作你打打文書 那又或者你今天你是一個重度的 繪圖使用者 創作者 我們畫圖也好 做工作也好 都會是長時間使用 當你今天這個東西他的高度不夠的時候 就會變成你的 低頭度 就大家就是頸椎會一直往前傾 這件事情會很 越來越加深你的頸椎的壓力 你的肩頸就會越來越不舒服 越來越痛苦 所以說我為了要減少脖子方面的不舒服感 增高了這樣的一個高度是相當重要的 OK再來的話呢還有價錢的部分 大家現在所能看得到的這個皮套 再加上這個腳架的部分 都相當的便宜 因為AK也只不過就是在網路上面 隨便找可能就是網拍平台 那就是有看到像這樣的一般設計的皮套 那這樣的皮套可能才 可能200到500之間就能買得到 那至於這個腳架的話呢 我自己所找到的也是差不多是 一兩百塊錢就有 可是你可能反而能得到的 效果 還要比起更高階的 更貴的皮套來得更好用 當然我不曉得為什麼就是 沒有人去 發明一個 能夠讓iPad不但能站得很穩 而且又還能夠墊高到一個舒適的高度 讓人方便作業的皮套 我很期待未來有機會能在市面上看到 但現在因為沒有的關係所以我也只好這樣子去做 我們如果這樣子帶出去的時候 那這樣的搭配並不會讓人覺得說帶出門 會重很多 所以 這是我覺得可能是 折衷的一個方案 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如果覺得 這樣的做法有用的話 那麼可以參考看看 最後的話呢 如果你喜歡AK的頻道 不要忘了分享 訂閱 按讚 然後傳到天涯海角 那不要忘了把 通知的小鈴鐺按起來 隨時追蹤我最新的影片喔 感謝大家囉